美国当地15日稍早在密西根州维恩郡的福特装配厂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数百元聚集展开历史性的罢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发起史上首度同步对三大车厂的罢工 包括通用汽车过于密苏里州温茨维尔的工厂 斯特兰蒂斯在俄亥俄州托雷多的设施 还有福特在密西根州维恩的工厂 增与罢工的人数达到12700元左右 周四福特执行长法力警告说 如果福特莫许工会要求加薪40%福利要求等 那么公司前景将十分严峻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者估计 于AW全面罢工一周 便可能导致美国GDP下滑0.1到0.2个百分点 尽管三大车厂做出让步 提议的最高薪资调幅上看20% 但仍然无法满足工会要求的加薪40% 都用吉斯特兰蒂斯回应 他们将持续与UAW进行协商 也不排除提出更好条件 福特则警告 汽车业的未来岌岌可危 不愿意看到最糟情况发生 新航亚特电视 国际新闻组张俊明编译